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·特朗普周四宣布 不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 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这也就意味着他将失去2016年美国大选共和党的提名 我是上梅雷迪斯 您正在收看的新闻回顾 在早些时候被看作是独立竞选人的特朗普 已经给共和党做出了承诺 并且签署了忠诚协议 他的行为被看作是共和党在某种程度上的胜利 作为亿万富豪的他目前在民调支持中 支持率飞涨 这可能将会赢得一些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票数 特朗普在纽约说道 如果我获得了提名 这将是共和党获得最好的赢得大选的方法 直接对抗民主党 我已经签署了承诺书 我承诺将会一直效忠于共和党 遵循我们的原则 最新蒙茂斯大学的调查显示 特朗普先生遥遥领先 支持率为30% 退休的神经外科医生 本卡森位于第二位占18% 而捷布布什和特德克鲁兹的支持率为8% 所有17个共和党的候选人都承诺效忠于该党 特朗普能够在民意调查中取得领先 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反政府的性质 以及他签署了共和党的承诺 在这个消息声明发布的第一时间 共和党的政治家卡丽·菲奥利娜就说道 无论是怎样的承诺 都无法对所有的候选人强制执行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杜格斯贝电视 再见